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一,伊朗搞机成风 根据伊朗法令,搞机会面临严苛的惩罚 但经常可以在大街上看到两个男人很亲密的样子 并不是因为文化差异造成的误会,真的是过度亲密 我理解在中东,两个男人牵手是正常历劫 似乎政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据在伊朗的中国人讲,伊朗的基劳比例世界第一 但我没有找到相应的证据 有意思的是,虽然法律禁止搞机,但变性是合法的 伊朗的变性人比例在全世界属于比较高的 二,伊朗虽然位于中东 但伊朗主体民族不是阿拉伯人,而是波斯人 历史上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是世仇 但不见得和所有阿拉伯国家关系不好 伊朗最恨的是沙特 塞达姆时代最恨伊拉克,也最不喜欢阿联酋 塔塔尔等海湾国家,以及约旦 但是和阿曼关系挺好的 三,对中国人比较有亲近感 你走在大街上,很多人会先主动对你说你好 而不是说本地话或英语 会写英语或汉语的人也有意愿和你主动交流 四,人们经常反映伊朗男人嘴巴甜 喜欢勾搭外国妹子 妹子也比较容易被老外勾搭 当然,这里也有希望借机离开伊朗的原因在里边 五,伊朗人礼数较多 两个人见面先要寒暄好一阵儿,才开始说正事 据一个在那里念过书的中国人讲,每堂课45分钟 老师对着每个学生先寒暄一番 你好吗?你爸爸好吗?你妈妈好吗?你的猫猫好吗?花花草草好吗? 等全部打招呼完了,二十多分钟过去了才开始正式讲课 伊朗人也很讲究代课之道 认为有客人来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六,政府反西方 禁止西方音乐,尤其是美国的 可是民众私底下普遍很爱美国音乐 政府也是管不过来 很多饭店早饭时,就在餐厅里放美国音乐 所有伊朗人都觉得没什么 有中国游客搭车时 司机小哥问他想听啥音乐 他还没回复说想听最炫伊朗风 司机就说不如听美国流行歌曲吧 并且一路哼哼的很欢乐 七,政府不许麦当劳、KFC等洋快餐进入伊朗 但伊朗各种卖西式快餐的小吃店比比皆是 物美价廉 更奇特的是各种山寨、麦当劳、KFC也非常多 比如,怎德基、肯德鞠等 之前有个新闻,伊朗开了第一家肯德基 其实是最接近原版的山寨 开了一天就被关了 伊朗有了第一家肯德基 不过它只存活了一天 不过可口可乐、百事可乐 虽然理论上被禁 但还是能找到的 据查一般是通过阿联酋或者中国这些渠道 本地有一个圣权牌的可乐 好像在一些反美情绪强烈的穆斯林国家有些市场 8.波斯人民族性 其实比较类似汉族等中原民族 比较委婉不直接 心思细腻敏感 小主意多 好面子 官僚思想重 热爱文学艺术 文学成就高 尤其是诗 9.各种节日非常多 数不过来 外国人稍不注意就发现又过节了 比较重要的节日 比如洛鲁兹春节 也有宗教性节日 比如开斋节 阿舒拉节等 每到节日期间 伊朗人很爱出游 各个旅店房间紧张 价钱飞涨 没有预定 你就倒霉吧 10.伊朗人很喜欢野餐 经常会看到 一有时间 全家老少或者朋友之间 找一块草地 铺一张席子 就开始野餐 11.特别喜欢给鼻子整容 亚洲人普遍以高挺的鼻梁为美 而伊朗人却经常要把鼻梁削小削平 走在大街上 经常会看到 有妹子鼻子上贴着胶布或者创可贴 这表示他刚做完整笔手术 有时也能看到男人做这个整笔手术 12.交通安全状况令人捉急 伊朗的司机普遍开车很野很快 经常不守交通规则 行人视红绿灯如无物 随便横穿马路 年年说要整顿也不见成效 前些年连交通部长都出车祸挂了 很多外国人反应 马路才是伊朗最危险的地方 作为外国人 最保险的过马路方法 就是随着当地人一起过 而且保证 当地人处于更靠近车来的位置 早晨6点左右 刚从德黑兰机场出来 叫了一辆出租车进城 一路很快 即使进了城 司机也以130的速度驾驶 我说太快了 不安全 能不能慢一点 司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把速度降到了110 13.街道虽然显得老旧 可能是因为建筑很多 是高速发展的巴列维时期建造 而革命之后 经济建设乏善可陈造成 但普遍并不凌乱 还是比较整洁的 14.德黑兰的空气污染严重 经常让人喘不过气来 这个和伊朗遭受制裁 必要的技术和设备进不来 提炼的有品质差有关 另外德黑兰三面环山 空气流通不好也有关 15.如果有心读读伊朗历史 你会发现 无论是朝代人物还是事件 会发现和我们的历史是多么的相似 经常能够找到 可以对应的 比如阿契美尼德王朝 秦汉时代 伊尔汉国元朝 萨法维王朝明朝 凯加王朝清朝 巴列维王朝明国 伊斯兰革命后 1949至改革开放前 居鲁氏秦始皇 大刘氏汉武帝 大刘氏汉武帝 阿巴斯 康庸前 巴列维 蒋介石 霍梅尼 毛泽东 还有很多 16.和中国另一个类似的地方是 城乡二元结构明显 城乡居民的思想意识也不一样 总体来讲 城里的更开放世俗点 乡下更保守一点 但一般也还算世俗 17.民众对政府和政治体制看法也和中国人类似 有人支持 有人反对 五千里亚尔和美分的争执很激烈 据我观察 越是底层人民 越可能成为自 甘里亚尔 接受教育层次高一些的 更美分一些 18.满大街的政治宣传标语 伟大领袖个人崇拜的 反美反乙反沙特的 各种宣扬伊斯兰价值观的比比皆是 19.因为受制裁 国际信用卡 银行卡 在伊朗根本用不了 伊朗是个现金社会 你来到伊朗 要是没了现金就呵呵了 现在已经解除了制裁 不知道信用卡可不可以用了 20.伊朗是个现金社会 伊朗盛行临时婚姻 就是男女约定好了时间 男的付女的钱 女的做他一段时间的老婆 少则一两天 多则数年 在法律上也属于灰色地带 政府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21.饮食很有特色 在中东各国里 算是种类比较丰富的 论精细程度也不差 伊朗料理并不只有各种烤肉 丰富多彩的炖菜 也是它的特色 常吃囊饼 米饭 奶酪 酸奶和中国人类似 饮食也有寒热属性 讲究寒热菜品搭配食用 而且对各种食品的寒热归类和中国人类似 人们经常去茶馆聚会 砍大山抽水烟 官方实施禁酒 所以流行一种无醇啤酒 但此前伊朗产很多酒 比如舍拉子就已出产好葡萄酒闻名天下 不过今天伊朗民众家中经常自己偷着酿酒 22.不许养狗 政府认为狗是不好的动物 养狗是垃圾的西方腐朽文化 所以规定不许伊朗人养狗 按规定狗会被没收并处决 从有地方政府借打疫苗之名收狗 然后干掉 养狗者会被罚钱或挨鞭子 23.关于民族 除了波斯人为主体 阿塞拜疆突厥人也非常多 和波斯人间相互接纳程度也高 比如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 前国角阿里戴伊 都是阿塞拜疆族 伊朗北部有东西 阿塞拜疆省 世界上多数阿塞拜疆族 生活在伊朗而不是北边的 阿塞拜疆共和国 相当于中国内蒙和外蒙古国一样 伊朗和同样 是穆斯林国家的阿塞拜疆国 关系并不好 反倒是和阿塞拜疆国的死对头 亚美尼亚国比较不错 阿塞拜疆族 阿塞拜疆族 阿塞拜疆族